劳动部今年协助原住民阿美族石山部落 在台东唐厂文化园区 开设了原住民部落第一家的实体商店 协助在地就业 以石山部落名称作为原住民品牌商店 现在起正是在台唐台东厂的文创园区启用 店内陈列各种用月桃叶编织的商品 和生化科技化妆品 编织商品还附有工艺家的介绍 提供消费者参考生产透明化 石山部落是东海岸阿美族的部落 九年前就推广让族人从事编织稻草神 月桃叶等手工艺品 但这样的产业一直停留在部落里 去年加入劳动部赔利计划 提供品牌建立和行销通路辅导 这个月终于能走出部落到外面开店 而且部落做的日式稻草御手 已经接到日本的订单 是在地的妇女或者是村民吗 能够借由这样子产业的一个发展 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劳动部提供石山部落开店就业人力 有八名 部落供应家的产品 可以拿到实体店面销售 石山部落预计两年后 不必依赖政府的补助 从生产到行销完全靠自己 也跟其他的部落有在合作其他生产的一些基地 未来就是我们生产的人手不足的话 有其他的部落可以来给我们做支持跟供应 这样子 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说 石山部落实体店面开店成功 只是赔利计划中的一个项目 这个实体店面 未来也会提供其他需要发展产业的部落 协助行销他们的手工艺品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